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第九百三世纪 枯瘦的男子点指之初啊 赫然是这个图画上他们所处的高大的阁楼 之间下一刻虚迷途白光大放 木然冒出了淡淡的乳白色的雾气 在雾气中 涂上阁楼的一层到二层四壁 竟若隐若现地向四面徐徐地倒下 然后溃散消失掉了 韩丽的神色移动 尚未来及细想此事代表何意 忽然脚下一震 真实阁楼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中啊 四周墙壁白光大放 然后就仿佛大门般地向四面八方一倒而下 最后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转眼间 韩丽等人 还有广场中的这个雷兽 全都置身在蔚蓝的天空之下了 身下的楼阁 竟然成了一处平台般的赤裸的广场 禁止中的黑雾一阵地翻滚 里面的雷兽明显也被惊动了 韩丽摸了摸下巴 而青年和那大汉互望一眼 都献出一丝亚色泪 就在这时候 那店主一声低喝 竟然从口中喷出一道血剑 一闪即逝 没入到画卷当中 高空中顿时晴空一声霹雳 随即狂风大作 阴云滚滚而来啊 在轰隆隆的声音不断之下 一道道银湖 在乌云中若隐若现 仿佛妖魔将士一般 全部聚集到了 韩丽等人所处的平台的上空 未等韩丽三人开口询问 哭受男子到主动开口解释起来了 以我以前失败的经验 单凭你们三人的雷电之力 恐怕还是不足 所以我激发了这须迷洞天图 所包含的所有的天地元气 让你们幻化出天雷之力 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这次试掉后 此图多半也毁掉了 所以这一次老夫算是孤注一掷 希望几位道友一定竭尽全力相助 只要能降服此寿 我不但按照约定 把约定之物给你们 另外还会赠送各位大笔的零食 说到最后这几句 店主的表情变得凝重异常起来 韩丽三人不禁一喜 自是纷纷表示一定尽力相助 枯手男子文言点了点头 然后背后双翅猛然冲身前的画轴一扇 顿时一片白霞滚滚而出 一下把须迷图卷入了其中 而此图在白霞中滴溜溜的一转之后 突然浮现出无数颜色各异的符文 最后轰隆隆一阵声响 竟然在此处化为了一道五色光柱 一闪即逝没入高空中的乌云中 不见了 接着 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空中的阴云一阵的翻滚 木然发出天崩地裂般的一声惊雷啊 随即云中浮现出顽口粗的一道五色的电弧 颜色艳丽至极 在云中弹射闪动不停之下 仿佛一条五色的巨蟒 在云中翻滚不定着 黑甲大汉一见着五色雷电 一下在原地蹦了起来 如同见了鬼似的惊具 我的天哪 五色天劫啊 阁下放心吧 这并不是非灵真王杜劫时真正的五色天雷 只是我借用那一丝天地元气之力 模拟出的而已 威力尚不足真正五色雷劫的千分之一 几位道友尽管放心就是 原本同样露出恐惧之色的韩丽和青年 一听此话总算是神色一松 韩丽望向空中的五色雷电 更是目光中不时闪过一丝骇然 这五色天雷啊 和是传闻中的大成修士等阶的存在 所度的特有的雷劫 远不是合体期修士的紫金雷劫可比的 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威力 在这五色雷电一击之下 在场几人是否真能扛下 可谁都说不准 此刻这枯瘦男子 已经顾不得再理会韩丽三人了 冲身前的八十一根铜柱 开始施行施法催动起来 所有的同住一阵嗡鸣之后 顶端处一下犯出了团团的白光 幻化出一个个猙獰异常的龙手来 随之一动之下 这些龙脑袋木然一张嘴 都喷出一道道黑色的电弧 目标正是禁止中的那团黑雾 雾气中一声嘀吼 突然间一团荧光从中一弹而出 一个闪动后 雷兽就诡异地出现在 电网中的一处死角 但是那些黑色电弧 仿佛早就锁定了此兽 全都一个拐弯 同样一闪 再从雷兽一击而去 雷兽一惊 口中一声愤怒的嘀吼 但是对这种黑壶明显大为敬畏 再次施展雷顿 四下逃窜起来 一时间只见一团荧光 在禁止中若隐若现 仿佛鬼魅般四下的飞逃 而在其身后呢 则有数十根黑色的电弧 寸步不离地狂追不停 顿时禁止中雷鸣声大作 而殿主也是口中 咒语声在起 在外面催动整个禁止 黑色电弧弹射的速度 越来越快 到最后幻化出了一道道残影 仿佛将禁止中的 所有的空间 都笼罩在黑色的电光之下了 韩力在外面看得暗自吃惊 这些电弧也不知道 是何种雷电神通 顿速之快 实是骇人听闻 若是他被困在此禁止中啊 即使有风雷双翅 也根本无法逃避太久的 这只雷兽纵然精通雷顿之术 恐怕也无法支撑下去 果然就像韩力预料的那样 只一小会儿的功夫 这雷兽所化的荧光 只是略一疏忽 就一下被树到黑壶 击中了身子 一声惨叫之后 这雷兽顿时身形乱颤 在半空中闪现而出 身体位置一顿 这般一来啊 其他黑壶仿佛 无数黑带般 全都击中了此兽身体 就听到咔嚓 轰隆隆 从此兽的口中 发出暴怒之音 身体竟然同时浮现出赤白蓝筋 四种截然不同的电弧 拼命抵挡着黑色电弧的攻击 外面枯瘦的男子见此 两眼一亮 深吸一口气大步向前 一只手掌一下拍在身前一根铜柱上 诶 刀 刹那间呢 一股白萌萌的灵力透过手掌 往着铜柱中 是狂柱而入 从龙手中 喷出有些纤细的电弧 一下在轰鸣声中 粗大了背墟 另一端 将黑壶困住的雷兽 终于不知 一下从空中坠落下来 身上四色电弧 变得暗淡无光起来 这些黑色的电弧 则在一瞬间光芒大放 幻化出了一道道乌黑的锁链 一下把此受捆腹的接接实实 再也无法动弹分好了 哭手男子大声说道 好了 诸位道友 可以进去了 按在铜柱上的手掌一收 打出了一道法绝 没入其中 这根铜柱一晃之下 巨大电网一下寸寸的碎裂开来 最终溃散消失了 韩力三人互望一眼 当即不迟疑 各自化作一团灵光飞入其中 灵光闪动之下 三人就分别被 困腹的雷兽杖许外 那并没有太过接近 而这哭手男子呢 也把法绝一收之后 同样一闪 到了韩力等人的身旁 店主不再多说 飞快地叮嘱几句 我马上就用秘术锁住 此兽体内的雷电本源 三位只要听我号令 往此兽体内注入雷电之力 就可以了 接着他单手一翻转 手中木然多出了 五把乌黑的匕首 轻飘飘的 仿佛木质的一般 一见着匕首大汉青年 脸色大变 黑星笔 韩力眉头一皱 心中暗觉奇怪 但是大汉河的青年 纵然面露异色 但是这一次 偏偏没有开口询问什么 而店主呢 也没有解释的意思 而是单手一扬 就听到嗖嗖几声啊 树道乌光一闪 这五把匕首分别扎进了 雷兽的四肢和心脏之处 这雷兽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大吼 身躯在黑色锁链中 一阵的聚颤 被匕首扎透之处 却丝毫鲜血未流 五把匕首一阵的灵光流转 雷兽双目灵光一暗 身上四色电弧 最终不见了 店主见此 又一团白光喷出 竟然是一颗 白萌萌的菱形晶石 只有拳头那么大小 但是通体乳白 充斥着一股惊人的灵压 韩丽双目不禁微微一迷啊 和人族的高阶修饰不同 非灵族的高阶存在 可没有金丹和元英 这等东西 而是会修炼出名叫 金盒的东西来 那但是论重要性的 丝毫不比人族的金丹 元英差到哪去 扑的一声 一大口精血 全都喷到了金盒上 这店主在凝重的 冲着金盒一点 顿时此经往下一沉 一闪即逝的 没入着雷兽的 头颅之中了 几乎同一时间 这枯手男子大喝一声 三位道友 快动手 青年等人立刻施起法来 只见韩丽两手一搓 两手间一道道金壶涌现而出 那大汉呢 一张大嘴 口中吟有白色雷芒涌现 那阴柔青年呢 却是背后双翅一抖 一道道银壶在翅膀上 浮现而出 轰隆隆之下 同一时间 三种不同的电弧 同时积在了雷兽的身体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无论韩丽的辟邪神雷 还是其余二人驱使的电弧 一接触这个雷兽身体 全都自拉一声 都被那五口黑色的匕首 一吸而入 随即 五把匕首竟然泛起 一层层的幽光 在化作一道道 黑色的电弧 无声地 没入雷兽的身体之中了 那大汉和青年见此一正 但手中的电弧 丝毫没有停顿地狂涌而出 顿时 五把匕首泛起黑色幽光 越发地刺目亮眼 匕首上甚至开始 微微地轻轻颤抖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韩丽目睹此景后 目光一瞥 扫了一旁的店主一眼 见那枯瘦男子 已经盘膝坐在了一旁 他闭上了双目 双手掐出一个 奇怪异常的法觉 似乎在施展什么秘术的样子 他周身白光大放 分明是把浑身灵力 发挥到极限的标志 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了 韩丽淡淡地把目光一收 暂且不管对方了 而是专心驱动 辟邪神雷 也不知道是雷兽身体古怪 还是这叫黑星笔 另有什么奇异之处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吞噬了大量电弧的匕首 还只是在雷兽身上 微抖个不停 并未有其他的异样 倒是盘坐一旁 施法的店主 脸色苍白起来 额头上不知何时 面部细小的汗珠 并且额头两侧和脖颈处 一根根血管轻筋暴突 一副吃力异常 连身体灵光 都暗淡了三分的样子 倒是他的眉宇之间 不知何时浮现了一个 拳头晶石般的白影 赫然是其惊合虚影 正在忽闪不定 又过了一会之后 脸上彻底没有血色的男子 忽然嘶哑异常地说了一句 三位 再加大雷电注入啊 听到这话 韩丽和青年等人都眉头一皱 要知道刚才这么一会儿 不间断地注入 几乎耗尽了三折 小半的雷电之力了 再加大注入的话 恐怕三人根本无法支撑多久 但是听这位电主口气如此肯定 他们也未加犹豫 就纷纷一言去做了 顿时雷鸣声大涨 三色电湖光芒几乎 把整只雷兽都淹没其中了 在三个人雷电之力全开之下 插在雷兽身上的五把匕首 终于在片刻之后 又生出一些变化来 他们在不停地吸收雷电之力之下 通体仿佛吸纳血液般地发红了 并且渐渐是鲜红欲滴 这个时候 呼售男子眉宇间 惊合幻影同样地泛起血色来 并开始一点点地 掌缩不定起来 一声嘀喝 这男子猛然一张双眼 从口中又喷出一雾出来 赫然是一块翠绿的木盘 上面遍布着一层层复杂的花纹 神秘异常的样子 这木盘一出现 一闪到了雷兽的头颅处 冲着下方一晃 就听到扑驰一声 一旁纤细绿丝击射而出 一闪即逝都没入到雷兽的头颅里 仿佛昏过去的雷兽身体一震 在木牌轻轻翁鸣之下 一条迷你的绿色雷兽的虚影 被无数的绿丝包裹之下 从雷兽头颅中 拉出小半的身子来 店主见此 脸露喜色 啊 食指微动不停 同时口中无声地念动着什么法觉 木牌的嗡鸣声越发响亮起来 那些绿丝被催动之下 竟继续把雷兽惊魂般的虚影 一点点强行地拉出来 突然 这雷兽无光的双目金光一闪 身体表面雷声一停 插在身体各处的五把黑色的匕首 矩阵之下 竟被弹出肉身小半去 体表再次浮现出四色电弧来 啊 店主一惊 尚未来得及采取什么措施 刚被拉出大半身体的雷兽惊魂 通体放出刺目的绿芒 竟再次一沉地 重新落入到雷兽的身体中去 同一时间 雷兽口中再次发出狂吼之声 身上的电弧大放之下 竟开始拼命地挣扎起来 哭受男子惊怒之下 急忙冲着韩丽三人匆忙问道 你们 你们还能再加大雷电之力吗 阴柔青年脸色有点发白了 不行 我已经到极限了 我也没有能力了 再注入更大的雷电之力呀 韩丽则直接摇头不语 店主有些失望 随即一咬牙地说道 好吧 看来只有真的冒险了 三位道友就保持现在的雷电之力 我来施法降下五色天雷 想起凭借此类威力 应该可以大有希望一次成功的 一听着店主此言呢 韩丽三人脸色都微微一变 但最终还是没有谁 说出反对之言来 这店主不再理会雷兽的挣扎 木人背后双翅一扇 徐徐地朝高空中飞去了 飞到空中 乌云百余杖的距离处 这店主木人停下来 神情凝重的一张嘴 一口精血喷出来 他食指飞快地冲着精血连点几下 顿时此血化作几个硕大血符 冲着那道五色电弧 飞射而去 一闪即逝 所有的血符都没入到 五色的电弧之中 顿时啊 此电弧发出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乌云全在五色雷光中溃散消失 巨大的五色电弧 在空中盘旋扭动 猙獰真容是避漏 无疑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